欢迎您持续搭车凤凰早弹车 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 在当地时间的15号下午 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萨玛尔罕市 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了双边会晤 就中俄关心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 交换了意见 习近平指出 今年以来中俄保持了卓有成效的战略沟通 两国各领域合作稳步推进 体育交流年活动有序展开 地方合作和人文交流更加热络 在国际舞台上密切协调 维护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面对世界之变 时代之变 历史之变 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努力 体现大国担当 发挥引领作用 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稳定性和正能量 我也非常愿意啊 这次接这个上海合作组织召开之际 同意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 地区问题交换意见 习近平强调 中方愿同俄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 相互有力支持 深化贸易 农业 互联互通等领域务实合作 双方要加强在上海合作组织 亚信 金砖国家等多边框架内的协调和配合 推动各方增进团结互信 拓展务实合作 维护本地区安全利益 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共同利益 普京预祝中国共产党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取得圆满成功 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将不断取得新成就 普京表示 当今世界正在发生许多变化 唯一不变的是俄中友谊与互信 俄中全面战略协作关系稳固如山 俄中都主张推动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秩序 树立了国际关系典范 俄方愿同中方巩固深化双多边沟通协作 扩大经贸 能源等重点领域合作 俄方愿同中方一道 推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继续在互不干涉 内政原则基础上深化合作 打造维护地区安全稳定的权威平台 在乌克兰冲突方面 俄罗斯媒体报道指 普京赞赏中方对乌克兰危机的平衡立场 并理解中方在这一问题上的疑问和关切 他会在会谈上详细阐明俄方立场 习近平赞赏俄罗斯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强调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中方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势力和外部干涉 任何国家都无权做台湾问题的裁判官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习近平当天与普京以及蒙古国总统 呼吁了苏赫举行了中俄盟三国元首第六次会晤 习近平指出中俄盟三方合作具有强大的内生动力和发展韧性 他就推进中俄盟合作提出四点建议 一是牢牢把握三方合作的正确方向 深化政治互信 加大相互支持 尊重彼此核心利益 照顾彼此重大关切 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加强协调和配合 二是提升在上海合作组织矿在内合作 共同打造应对风险挑战的合作平台 释放发展潜力的增长平台 三十落实号中猛俄经济走廊建设已达成共识 推动毗邻地区不断深化经贸 人文旅游等领域合作 继续为三国工商界搭建高质量交流平台 四是培育三方合作更多成果 支持扩大相互间贸易本币结算规模 助劳地区金融安全屏障 中方支持扩大相互间贸易本币结算规模 欢迎俄罗斯和蒙古 更多金融机构加入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 普京表示 俄中猛三方合作成效显著 具有明显互利性质 为彼此关系发展增加了附加值 三国作为近邻 应该相互理解 相互支持 全面巩固推进三方合作 呼日勒苏赫表示 发展同中俄两国木林友好合作 是蒙古国外交首要方向 蒙方愿同中俄加强沟通 促进双边和三方在多领域合作 都取得积极进展 会议中 三方确认建设中猛俄经济走廊 规划纲要延期五年 正式启动中猛俄经济走廊 中线铁路升级改造和发展可行性研究 商定积极推进中俄天然气管道 过境蒙古国铺设项目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习近平15号下午 在萨马尔汗国民馆 会见蒙古国总统苏勒苏赫 习近平指出 中方把中猛关系事摆在了周边 外交重要位置 是愿秉持着清晨慰柔理念 同猛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 拓展互利合作 推动中猛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迈上新台阶 他强调单边主义霸权行径 冷战思维终将在历史潮流中阴灭 而中方院同猛方加强 治国礼政经验交流 加强一带一路倡议 同草原之路倡议对接 推进中猛俄经济走廊建设 落实全球发展倡议 以及全球安全倡议 支持蒙古国实现更好 更快的发展 问问苏赫这表示 猛中传统友好日益巩固 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堪称国家关系典范 涉台 涉疆 涉藏等问题 都是中国内政 某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坚决地反对任何国家 干涉中国内政 另一方面 习近平15号下午在萨马尔罕 也会见了白俄罗斯总统 卢卡申科 两国元首决定将双边关系 定位提升为 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习近平指出 中白建交30年来 两国关系不断提制升级 全方位合作 扎实推进 中白关系定位 提升为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实现了中白关系的历史性跨越 中方愿同白方一道 加大相互政治支持 释放各领域合作潜力 推动中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 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习近平强调 在涉及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 白方始终给予中方坚定支持 中方对此高度评价 中方坚定支持白方 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反对外部势力以任何借口 干涉白俄罗斯内政 愿同白方推动落实 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 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中方愿同白方保持密切交往 在投资 经贸等领域 开展互利共赢合作 推动中白工业园区 朝着绿色 智慧 生态 数字化方向发展 双方要继续举办好 中白地方合作年活动 开展高效人才联合培养 中方愿继续为白方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提供支持和帮助 卢卡申科表示 白中关系定位升级为 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完全符合白中关系现状和需要 白方坚定不移深化对华关系 坚定支持中国不断发展壮大 坚定支持中国实现国家统一 坚定支持中方在涉台等 核心问题上的立场 将永远肩并肩同中国站在一起 做中国最可靠的朋友 会见后 双方发表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白俄罗斯共和国 关于建立全天候全面战略 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并签署关于科技 司法 农业 电子商务等领域合作文件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习近平当天下午 海会进了阿塞拜疆总统 阿里耶夫 习近平指出 今年是中阿建交30周年 中方支持阿塞拜疆人民 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 双方要从战略高度 看待和规划两国关系 增进战略互信 加大相互支持 深化互利合作 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 走稳 走深 走实 习近平强调 当前国际形势深刻复杂演变 形势越是复杂 国际社会越应该加强团结协作 欢迎阿方同中方一起 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 和全球安全倡议 双方要扩大贸易规模 优化贸易结构 增加中欧班列运量 畅通国际供应链 相信中阿共建一带一路 合作的道路越走越宽广 双方要加强人文交流 加深人民友谊 中方支持阿方 同上海合作组织开展合作 共同促进地区安全稳定 和发展繁荣 阿利耶夫表示 阿中是真正的战略伙伴 感谢中方向阿方提供新冠疫苗 这充分体现了中方一贯提倡的 同周共济精神 阿方愿以阿中建交30周年为契机 深化两国各领域务实合作 阿方坚持一个中国政策 坚定支持中方维护国家主权 安全和领土完整 坚决反对任何干涉中国内政 分裂中国的行径 坚定支持中方维护自身核心利益 阿方支持中方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 和全球发展倡议 愿同中方积极共建一带一路 凤侯卫视综合报道 新评15号同乌兹别克斯坦总统 米尔吉约耶夫举行了正式会谈 双方并签署关于深化新时代 中乌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标志着两国关系发展迈入新阶段 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吉约耶夫 15号为到访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举行欢迎仪式 共同检阅一帐队 随后双方举行正式会谈 米尔吉约耶夫首先发言 他称呼习近平为大哥 向他表示敬意 并预祝中共二十大取得圆满成功 重申乌方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 尊敬的习近平阁下 我的亲爱的大哥 真诚欢迎您古老的萨马尔汗 这是我们期待已久的会面 习近平也称呼米尔吉约耶夫 亲爱的朋友 表示很高兴时隔六年再次到访乌兹别克斯坦 他说米尔吉约耶夫执政以来 推进改革开放 得到人民拥护 对此高度评价 中方也坚定支持乌兹别克斯坦 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 作为乌兹别克斯坦的好朋友 好伙伴好兄弟 中方坚定支持乌兹别克斯坦 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之路 支持乌方维护国家独立 主权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努力 会谈结束后 两国领导人共同签署 关于深化中乌新时代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米尔吉约夫随后还向习近平 授予了乌兹别克斯坦的最高荣誉 最高友谊勋章 他说这是勋章第一次授予外国领导人 将成为一号勋章 中国今天拥有美好的今天 我也坚信 中国将拥有更加美好的明天 这是因为在中国 正是因为有您这样一位 坚强伟大的领导核心 习近平感谢米尔吉约夫和乌兹别克斯坦人民 对中国人民的深厚情谊 他表示中乌建交30年以来 双方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 愿意继续同乌方一道 开启两国友好的新篇章 我和米尔吉约夫总统商定 深化新时代 中乌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共同致力打造 中乌命运共同体 中方愿同乌方一道努力 副写中乌友好新篇章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时隔六年再次到访乌兹别克斯坦 受到最高规格的接待 两国元首的友谊也进一步深化 而双方接触的关于深化新时代 中乌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也标志着双方关系发展迈入新的阶段 将会引领双方在经贸 人文等各个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凤凰卫视 你巧闻周明亮和友韵 乌兹别克斯坦 萨玛尔汗报道 习近平15号在萨玛尔汗国宾馆 是会见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多夫 习近平指出 今年2月 双方在北京进行了 友好 深入 务实的交流 达成许多重要共识 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 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 支持集方维护国家独立 主权 安全 反对任何外部势力 以任何借口干涉吉方内政 中国过去 现在将来都是吉尔吉斯斯坦 可以信赖和倚众的朋友和伙伴 习近平强调 心形势下 双方应该加大相互坚定支持 全面深化 互利合作 双方要继续深入对接发展战略 落实好中级中长期经贸合作规划 中方支持实施中级乌铁路项目 愿推动项目早日开工 支持更多优秀中国企业 赴吉尔吉斯斯坦投资 为两国人员往来 和货物通关提供便利 中方愿同吉方加强协作 建设好中国加中亚五国会晤机制 落实好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 坚决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 扎帕罗夫表示 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坚定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坚定支持中方在涉台 涉江 涉港 等核心利益问题上的立场 愿同中方加强经贸 铁路 抗疫 安全等领域合作 深化集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吉方赞成中方提出的 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发展倡议 愿同中方密切协作 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为 中亚安全稳定之锚 共同维护地区安全稳定 并预祝中国共产党 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圆满成功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习近平15号上午在萨马尔汗国宾馆 也会见了图库曼斯坦总统 比尔德·穆哈梅多夫 习近平指出 中途建交30年来 两国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 战略伙伴关系达到高水平 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 看待中途关系 尊重土方自主选择 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 图库曼斯坦内政和稳定发展进程 愿同土方继续相互坚定支持 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造福两国人民 习近平强调 双方要做大两国天然气合作的体量和规模 为两国发展振兴 注入新动力 要加快推进非资源领域合作 推进共建一带一路倡议 同土方复兴丝绸之路战略对接 尽早落实互设文化中心 为两国人文交流 搭建新平台 中方院早日在土库曼斯坦市立鲁班工坊 同土方继续加强抗议合作 中方院同土方加强中国加中亚五国会晤机制内合作 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 密切国际协作 维护扩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 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贡献 比尔德穆·哈梅多夫表示 预祝中国共产党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圆满成功 土中建交30年来 两国关系发展十分顺利 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 土方高度重视土中战略伙伴关系 愿同中方不断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 土方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 坚定支持中方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土方支持中方提出的一系列重大倡议 愿同中方密切在联合国 中国加中亚五国会晤机制等多边框架内合作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习近平时我和上午是在萨马尔汗国宾馆 还挥进了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 双方签署了数字经济绿色发展交通等领域的合作文件 还就阿富汗局势交换意见 习近平指出中塔建交三十年来 两国关系得到跨越式发展 中方坚定支持塔方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安全 中国永远是塔吉克斯坦可以信赖和倚重的邻居朋友和伙伴 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 中塔双方应该继续相互坚定支持 推动中塔关系取得更多实质成果 习近平强调 中方愿同塔方加强务实合作 扩大进口塔方优质农产品 提升双边贸易规模和水平 推进基础设施 水利 交通运输等领域合作 探讨开展绿色技术 数字经济 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 帮助塔吉克斯坦提升过境运输能力 中方愿同包括塔方在内的中亚国家 加强中国加中亚五国会务机制等合作 深化反恐合作 共同维护本地区和平安宁 拉荷蒙表示 今年是塔中建交30周年 30年来 塔中关系取得长足发展 塔方坚定不移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坚定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将继续坚定支持中方在核心利益问题上的立场 中国不仅是塔方的好朋友 也是塔方的重要战略伙伴 塔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 借鉴中国发展经验 加强经贸 农业 交通 产能 绿色经济等领域务实合作 将塔中关系提升至新水平 塔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 上海合作组织 亚信 中国加中亚五国框架内协调配合 深化安全合作 共同维护地区安全稳定 预祝中国共产党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取得圆满成功 双方还就阿富汗局势交换了意见 双方签署了数字经济 绿色发展 交通等领域合作文件 继续邀请来时日评论员郑浩先生 帮我们点评分析 建议您早 早 相议 今天上海组织第二十二次峰会 即将就要在萨马尔罕召开了 区域安全议题 还有经贸合作 还有扩援都是关注的焦点 那您对于这次峰会有什么样的观点 还有展望呢 上海组织成员国元首峰会 将会在9月16号 乌斯贝克斯坦萨马尔罕的当地时间召开 无论是这两天的 我们看到传言国元首的双边的三边的互动 还是今天即将召开的大会 其实都是围绕着这几个层面来展开的 我个人认为这几个层面 主要是表现在这么几方面 一个就是如何来认清当前所面临的地区和全球的局势 第二个就是明确未来一段时间 上海组织的工作重点和方向 第三个就是要加强上海组织成员国之间的团结 这是一个非常妥却的一个工作 第四个当然就是要提高成员国的办事的效率 这是一个老问题 那么未来一段时间 上海组织成员国可能在这方面 而要多花点力气 那最后一个当然就是要更进一步的 来推动成员国之间的务实的合作 那么认清形势是关键 因为现在是处在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时期 我们看到俄国战争还在继续 疫情还没有完全的结束 地区的冲突不断的发生 阿富汗的局势也还在不断的演变当中 那么在中亚地区三股势力也还非常的活跃 跨境犯罪非常的猖拒 所以面对着这些错证复杂的这些形式 上海组织作为地区的安全组织 和一个经济合作人文交流的框架组织 那么如何来应对当前这些错证复杂的 而且还在不断深化的这些重大的变化 那么发出一致的声音 协调共同的立场 所以认清形势是当过之急 那么当然我们也必须要看到 要明确未来一段时间的一些工作 这些工作必须是非常具体的 包括粮食危机 能源危机 打击三股势力 加强地区的协调合作等等 这些工作都要明确 都要落实到行动上 加强组织内部的团结 已经变成了一个非常迫切的问题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我们看到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之间 还在发生边境的冲突 这是难以想象的 作为一个地区的一个安全组织 成员国之间 塔吉克斯坦 吉士基斯坦 日前发生了边境的冲突 国产党国 阿塞拜疆 和这个亚美林亚 也发生了边境的冲突 而且这些冲突 有可能还会发生 甚至会扩大 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组织来讲 成员国之间都不团结 如何来共同地协调 应对更大的挑战 更大的冲突呢 所以这个团结的问题 是一个老问题 必须要根本地解决 另外我还要特别指出 就是在成员国的内部 有些国家似乎还是同床异梦 既要和西方靠近 也要和这个上和组织 这个结合 两边讨好 两边利益均占 这样的现象 已经引起了 很多的国家的一个关注 所以内部的团结 聚合更大的力量 也是上和组织 迫去要解决的问题 当然提高效率 也是一个老问题 而且是一个 似乎在很多的国家 或者叫部分的国家 难以在短期内解决的问题 效率不高的话 就不能够达到预期的成果 一个项目要谈几年 一个施工的项目 要拖上几年 那么这样的话 上和组织 怎么样来推动地区的发展呢 怎么让成员国能够尽快地 得到这些经济 重大的经济合作项目 实施之后的成果呢 所以提高效率 也是一个问题 当然 务实合作 也非常的紧迫 所以 上和组织 成员国的这次元首峰会 在这些层面 都会深入地探讨 定出具体的方案 而这个方案的总体的精神 会表现在 撒马尔汗宣言当中 我们继续观察 想议 在互利共赢当中 找到最大公约数 在这些正好先生的点评与分析了 另外来关注到的是 中国国家政务协议习近平 与俄罗斯总统普京 自俄乌冲突之后 首次会面 俄罗斯媒体和专家们就表示 双方首脑的会面 增强了上和组织的政治作用 而更重要的作用则是 发展新的经济秩序 寻求西方经济制裁 新时代下的安全问题和经济合作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与俄罗斯总统普京 在上和组织峰会中的会面 也是自俄乌冲突后 双方首脑的首次会面 俄罗斯的媒体认为 在这大半年的时间内 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加剧 中国也受到威胁 而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 佩洛西串访台湾 导致中美关系恶化 美国和欧盟的一系列政策 反而拉近了中俄的关系 促进了上和组织的发展 莫斯科国立大学亚非国家研究所所长 马斯洛夫认为 一方面 上和组织在联合国被削弱的情况下 处于有利地位 并试图重新考虑 其在美国方面的影响 削弱联合国安理会的作用 在这种情况下 上和组织可以成为 解决成员国关键问题的区域平台 但并不会建立一个反西方联盟 马斯洛夫表示 上和组织毕竟是一个亚洲组织 现阶段交流与沟通的作用 比任何决定都重要 因此 俄罗斯与中国会主张增加 上和组织的经济组成部分 特别是该组织 是否可以成为 使用新单一货币的平台 并在一段时间后与美元平行 如果是这样 那么问题是 人民币或某种第三种货币 例如国际提款权或黄金等价物 是否会成为这种货币 对俄罗斯来说 与人民币完全挂钩并没有利润 此外 中俄贸易的发展 也成为此次双方首脑会晤中 俄罗斯媒体关注的焦点 此前 俄罗斯联邦驻华代表阿列科谢表示 尽管中俄贸易在今年快速发展 但是到目前为止 并未看到中国商品的供应加大扩张 以取代西方的产品 主要原因是中国公司害怕二次制裁 目前 中资银行对俄罗斯客户 采取极其谨慎的态度 中国的商家也在等待中 因此 中俄双方如何努力建立一个 不受敌对制裁的跨境支付机制 也让贸易商们对此次双方领导人的会晤 充满期待 俄罗斯媒体认为 无论如何 此次商合组织峰会 让那些不受美国的控制 并制定自己的政策和互动方式的 国家领导人聚集在一起 决定了进一步共同发展的道路 凤凰卫视 尹利 希里尔 许民生 莫斯科报道 来看我们独家报道 就是维也纳和谈 现在陷入了僵局 英德法近期都发表了声明 疾于伊朗达成核协议的意图 而美国国金布林可则称 不认为短期内会达成协议 一中有协主席 伊朗前副外长布鲁吉尔迪 在接受防卫视独家专访时 就批评欧美受到以色列的压力 拖延达成协议 但是伊朗也不会将重点放在核协议上 他也提到了伊朗将加入上合组织 也将会增强伊朗在谈判桌上的实力 布鲁吉尔迪认为 现在美国和西方都在极力向伊朗施压 他们不愿兑现承诺 对此伊朗已经做好两手准备 不会把伊核协议作为重中之重 如果西方退员不愿意达成协议 伊朗也不会等待 而会发展自己 我们不愿意达成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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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们的工作 在政治上 现在我们不愿意达成协议 和判断 在这种组织的协议 我们不愿意达成协议 美国和西方的凶力 会发生很严重 我们不愿意达成协议 布鲁吉尔迪说 这次上海组织峰会 伊朗正式加入上海组织 伊朗伊朗在河谷上 大陆布鲁吉尔 在河谷上 我们不愿意达成协议 我们不愿意达成协议 伊朗 和伊朗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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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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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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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收看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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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凤凤红卫视综综 欢迎收看订队 核电视 大大的增加了 欢迎收看订队 欢迎收看订队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是第九批 欢迎收看订队 第九批 第九批 江先生也在线 欢迎收看订队 英雄烈对英雄烈 新中国对新中国对新中国对烈士的一个约定 美国为首的联系 就变成了一场亲战 今天我们 我们再会 再会